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可以改变以往的销售榜单 比如 最近代言的以达和易达这两个品牌 同样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肖战的商业价值得到有利的认证 也有更多的知名品牌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比如 最近就有大量的消息称 肖战还有多个代言排队等待官宣 目前已经拍摄好所有的宣传物料 10月已经过去一半 中下旬会有更多的惊喜出现吗 相信一定会有的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以肖战自带的商业潜质来看 只要选择他为合作伙伴 一定会在短时间内逆转这个品牌的原油市场 并且拥有更为广泛的支持群体 这个支持群体涵盖了多个年龄层 不管是何种品牌都会创造绝佳的数据 这些同样也是对肖战的一种认可和支持 尤其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 肖战所收获的不仅是事业的成功 也是这一路走来的沉淀和鸡肋 近日品牌方高层透露 选择肖战的原因非常真实 也很贴切 因为他有着独立的原则性 有着非常优秀的品质 这是合作的前提和保障 外界不要带着任何滤镜去看待这些 近日与肖战有过合作的多个品牌高层 均亮相在直播间里 期间就有不少人提问 为什么会坚定地选择肖战作为品牌代言人 这些品牌的高层回复的答案相差无几 因为肖战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他有着独立的原则性 可以非常放心地选择与他携手 而且有些品牌高层也直言不讳地指出 大家应该更加辩证地看待外界存在的争议 不要盲目跟风 不能随便对一位优质艺人进行诋毁 更不要带着滤镜去看待这些问题 看待肖战 总而言之 肖战行走的每一步都非常踏实 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 发挥引领作用 这一点其实在很多的公益行动中 就有了真实的体现 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在更早之前 与肖战携手合作的真理时 开小灶 以及满汉大餐的高层负责人 也曾透露过 为何会选择肖战作为品牌代言人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肖战本人非常真实 这种真实让双方催生了更多的信任 从而促成了合作 而且长久以来 真诚是让对方能够成为挚友的原因之一 而不仅仅是一张冰冷的合约 还有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虽然品牌方没有提及 但能够坚定选择肖战 作为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身上的正能量和优秀品质 相信这些 在之前的考察期中 就已经有了更加具体的展现 所以才有了品牌方所说的原则性 此处都是相得益彰的 让肖战值得拥有 收获更多的赞美 虽然成长的道路并不平坦 但真正的勇士也不怕跌倒 肖战正是这么做的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解锁众多的商业代言之后 这也是对他实力的一种全新认证 包括肖战效应在内的一系列称赞 都是一种认可 就像品牌高层所述 他一直保有明镜之心 在未来也会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 临近双十一购物节 很多品牌开始陆陆续续官宣代言人 肖战算是其中最为出彩的一位 一连官宣了好几个品牌 足见他的商业价值非常高 大家应该还记得 前段时间某短视频平台举办的购物节吧 现在肖战代言的双利人在此次购物节上 不仅获得了金头奖的金奖 而且七天的购物节时间 商品销售总额超过了1亿元 再一次证明了肖战的商业价值非常的高 另外前几天官宣的某口香糖品牌 一达也发布了首日战报 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 首日销售总额比平常高124倍 成交人数有12万多人 并且直接跃升到购物平台临时行业交易榜单的第一位 虽然此次官宣的数据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有网友开始吐槽 一达的战报确实太犯圈了 其实在肖战之前 已经有多位明星代言过一达 而肖战的代言基本上很少发布战报 都是出现在财报上面 这一次一达的战报 并没有直接发布销售总额的具体数据 还把直播间的人数 观看次数 点赞数 也罗列了出来 另外 还有话题的曝光数量 微博的阅读量 讨论量等等 成为了战报的构成要素 这种情况在其他明星的代言中 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 在肖战代言的产品当中 却是非常罕见的 看来一达还没有真正了解肖战的情况吧 一直在泛轩思维当中 没有跳脱出来 那与粉丝们总爱给予偶像 明目张胆的爱 不仅宣之余口 还付诸行动 商业上的代言为他克金 生活上小事 为他操心 就连放在自己身边的物件 都想要与偶像有关 图个念想 粉丝们买周边 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 偶像的立牌 明信片 抱枕 都想要拥有 不外乎上面有他的名字 或者照片 但是数量有限 周边也不是人人能拿到的 而有的时候 有些粉丝已经开始悄悄内卷了 他们可以自制 思以为在这方面 内卷最严重的当属肖战粉丝了 自从肖战代言低路之后 不但各种洗手液 消毒液被卖断货 就连香皂都已经卖脱销了 并且 他们还将低路的香皂 玩出了花 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消息 说肖战在话剧《如梦之梦》中 饰演五号病人的时候 他身上的味道 就是低路香皂中的松木味道 于是 本就紧俏的香皂更加难抢了 为了在自己身上留下肖战同款香味 粉丝们的内卷开始了 已经找不到第一位发起人是谁了 反正各位小飞侠们都在闲暇之余 刻起了香皂 有直接雕刻肖战的站字的 有刻肖战名字缩写XZ的 有将香皂刻成爱心串起来的 想象力强一点的都能刻出 肖战最喜欢的海绵宝宝 和代表着肖战本人的小兔子 就像在参加雕刻比赛一样 一个赛一个手巧 而这已经不是肖战粉丝们的第一次内卷了 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在肖战最南的时候 跟随着肖战力排走南串北的开小灶力排吧 那时候的肖战不能出现 因为他一有动作就是血雨腥风 大眼中唯有开小灶在不同的地方开店 店中总会有肖战的力排在 于是粉丝们的内卷开始了 肖战是个小迷信 所以手上总会戴着象征着平安的小红绳 于是无数粉丝们都将自己编的小红绳 送到开小灶的力排处 为肖战力排带上一根红绳 本来人很少 后来渐渐的 越来越多的粉丝都给力排带 弄得人家开小灶不得不做家后版的力排 才能支撑那些红绳 后续更是有不少粉丝编中国节 平安服 巨大的红虾 全部挂在肖战身上 虽然都在内卷 但那些无一不表明了 粉丝们对肖战的爱 而挂在肖战力排身上的各种编织物 也都被送往了肖战工作室 被好好的保存下来了 从2020年到2021年 肖战一直都被这么明目张胆的爱意包围着 无论是在他逆境还是顺境之时 那满身的红绳 何尝没有带着粉丝们祈求的祝福呢 这一块块有肖战元素存在的香皂 又何尝不是对肖战的思念呢 这是肖战的代言 有肖战的味道 雕刻成有肖战元素的样子 都说追星是疯狂的 但是喜欢一个人不就是这样吗 在他不好的时候会编红绳保佑 在他好的时候会想要在自己身边出现他的影子 即使只是他的名字 他的味道 粉丝们的雕刻还在继续 不知道有才的粉丝们还能玩出什么花呢